好,那麼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的話呢,我們延期總共今天一場 然後禮拜一還會有一場 在那個二半那邊 二半那邊,所以你這裡有把資訊公布出來 那麼您從左手邊呢 可以從這邊進來 我們的資料主要都在這一塊 都在這一塊裡面,您可以從這邊去找 那麼今天如果上完課之後呢 我們會有一個那個問卷調查表 再麻煩您幫我們填寫一下 這個部分也是Google的應用 因為有些時候我們人是 也是需要做一些調查,對不對 那調查完,統計結果就馬上出來了 那如果說您是用平板或手機的 也可以從這邊直接掃描 我QR Code都準備好了 好,那這個我們今天原則上呢 主要會是在這一個 就是,因為現在大家裝置都很多 各位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 這個裝置這麼多 光檔案同步就蠻麻煩的嘛 對不對 你用雲端硬碟也可以 可是除了雲端硬碟的話 事實上還有其他的 包括了比如說你在電腦上面 有看過的訊息 你想要在比如說網址也好 你想要在平板上或在手機上去用 那該怎麼用 所以呢我們主要會 重點就是在 怎麼樣讓各位在多裝置裡面 去做檔案啊 訊息的同步 還有我們Google的一些 服務應用裡面 該怎麼樣去處理會比較好 那麼首先 這裡面呢 我們待會會先從個人電腦的 因為這個還是要嘛 一台電腦都管不好了 那麼多台電腦還是會不好嘛 對不對齁 所以你先從自己電腦先照管理一下 欸有幾個工具 像我們現在這邊本身都是什麼 都已經是那個就是 呃 Windows 7的 對不對 那所以說 Windows 7裡面 像媒體櫃啦 還有它的搜尋功能 還有資源全無解鎖 那那些你用了沒 好用了沒 那另外呢 我們再往下看 接下來就是 你在 既然大家平常找資料 應該大部分的找資料 都是用Google比較多吧 對齁 來我用這個畫面給你看 好的來 既然你用Google 找資料比較多 請問 Google你都怎麼找資料 還用講 關鍵字爬樓的槌物啊 可是 會有找不到的呢 或者找到太多 也很煩啊 對不對 所以我們分享一些 啊 搜尋的技巧 再來就是 這個很有用的 我們現在很多時候 可能 各位的信箱也很多 那怎麼樣把你的信箱整合一下 不要一下登錄那邊 一下登錄那邊 有時候繞高級 對吧 所以你可以用你的Gmail 怎麼樣去善用它 去結合你的不同的帳號也好 甚至加上所謂的這些 標籤 這些標籤很好 那我們等一下會給各位看一下 再來 日曆也很好用啊 行事曆嘛 對不對 行事曆 行事曆可能大家都很忙 但是還是要 伸手要分開 不要混在一起 比如說你工作就工作的 家裡面的 這樣我就有小朋友的行事曆啊 對不對 對那工作的我也是 就是教學的 可能會還有個人的 那你把它分開來 想要公開給人家的再公開 那這個呢 我們今天也會用到 那另外一個是Google文件 Google文件可能 我們今天時間也許會比較不夠 可能主要是做同步的部分 好同步的部分喔 那麼 待會我們就要講一下這個 講一下這個 再來就是行動端的 行動端的 因為大家手機啦 智慧型裝置都很多嘛 那怎麼樣讓它能夠同步起來 好同步起來 甚至你要抓手機上畫面 給人家 該怎麼去做處理 那這個大概是我們 今天主要會做的 好 會做的 那我們先來講一下 後面這個就是 如果你現在或者使用 Google Chrome的機會比較少 可能你會遇到幾個問題 一開始就跌一跤 那 別人都覺得好像Google的比較好用 速度比較快啊 那為什麼 我用起來就怪怪的 因為怎麼樣 各位江山易改本性難題 因為你用IE9 太 IE太習慣了 那所以其實 主要我們一般 剛切換過來變Google Chrome 最容易遇到問題 就這四個 第一個 我的首頁怎麼不見了 來我畫面寫房給各位一下 請問你看一下你的Google瀏覽器 有沒有首頁 有沒有叫回首頁 沒有對不對 所以很多人就回不了家 哈哈 沒錯吧 一開始是沒有顯示出來的 第二個 阿哪個我的最愛 因為只有IE叫我的最愛 因為只有IE叫我的最愛 Google也好 或者是火狐 它都叫書籤 所以怎麼去管理 怎麼加到我的最愛 很多人不會 剛開始就覺得 因為IE就在上面直接加嘛 那再來還有一個 下載的時候 打開就直接下載 不知道存到哪裡去 哈哈 好這個很傷腦心 所以呢我們來看一看 好不好 這個地方 來 你畫面先借我一下 實際上我們現在那個 火狐瀏覽器啊 它最近 上個禮拜更新到29 Google的話 現在比較穩定版本 還是34的樣子 那IE還在10慢慢爬 還是11 最新版是11 那麼 你可以看到其實 火狐29之後 它長的 會跟我們的Google很像 等下我給各位看一下畫面 我們先來看看這邊 這個 你如果開一個網頁之後 就是打開Google 瀏覽器之後 按一下右手邊這裡 這裡呢 你會看到 有一個叫設定 從這邊進來 而且 像我們剛剛有進到IE裡面去設定 對不對 請問你設定完是不是要按一個確定 不然是不是要套用 看一些Google沒有 勾完就有了 所以您先看一下 第一個 首頁不見了 請找這裡 有看到了嗎 所以我們家有沒有一個 在這裡 查在這邊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呢 我會建議您 在這個 所謂的起始畫面 起始畫面這裡 像這些工種 其實現在IE都有啊 IE都有 只是您可能 沒有特別去注意過 你看喔 比如說 我們有時候在上網 有沒有可能開了好幾個 開了好幾個 可是你可能 現在沒時間了 要處理一下事情 或者剛好下班要回家了 請問你明天電腦打開之後 你那些網站還記得嗎 不見得記得 如果你關掉 可能就忘記了 對不對 那你說怕忘記 沒關係加入我的最愛 這樣你會不會太犯愛了一點 蛤 還沒有很認識 然後就加入最愛 這樣不太好吧 因為你的最愛很亂 不好整理嘛 所以其實你可以把起始畫面 改成這個 就是繼續瀏覽 上次未完成的 假設你今天開了十個網頁 十個頁簽 我還沒有完成 沒有關係 你就關掉 下次再打開 又恢復原來十個 這樣比較快嘛 比較能夠繼續接照 我們之前的工作進度 那再來還有一個呢 我們剛剛兩個 一個是外觀 對不對 一個是起始畫面 還有一個在最下面 在最下面 也就是常常有人會問說 欸我檔案下載 之後那個就 不知道放到哪裡去 因為他直接下載 他沒有問題說 要存在哪裡 其實IE好像十以後 也是這樣子 也是這樣子 所以你可以到網下 在這裡有個顯示進階 進階的 按一下 走走走 在下面 有沒有看到一個下載 對不對 他預設這個是沒有勾起來的 也就是點了之後 就直接下載 所以主要是這三個地方 您先進來試看看 在右上角這邊 那記得他只要打勾就生效了 所以如果今天我把這個 不要拿掉 有沒有發現這就不見了 他不用等你確定了 所以這比較特別一點點 那我現在呢就回到我的首頁 所以如果你哪一頁是你的最愛 假設這一頁是你的最愛的話 就從這裡按下去 欣欣就好 來自欣欣了 對不對 就從這邊進來 那你就可以從這邊看到 他叫做書籤 好他叫書籤 所以您剛開始 從IE想要轉換過來的時候 大概最容易遇到就是這個問題 其實說真的 我現在書籤是用的不多 為什麼 我的最愛用的不多啊 因為你每個都愛到最後有愛他嗎 沒有啊 因為你的最愛很氾濫啊 好多網站都很愛 甚至有些 網站是這樣 同一個網站 可是有好幾篇文章 你覺得不錯的 你也都是加入我的最愛啊 所以到最後是 問哥哥比較快 找最愛反而比較難 好 所以其實 我們現在大部分啊 就是 有必要的 真的是非常必要的 或者是搜尋其實 比較不能找到 比如說你是內部網站啊 還是說我們一些工作上 比較固定會使用的一些系統 我們才會加入最愛 平常的話 可能你要找資料什麼之類的 原則上 通常都是搜尋的 會比較快一些 這樣有沒有找到 這樣有沒有找到 有